接下來這個新聞 除了我們共同來思考 蓋機車 沒有過路人的新規定 上這個發多少 發六千 這個新制度今天正式來實施 並且回合民眾可以檢舉十三項的違規 這包括臨庭醫院 看來頂頂的所在 這上官發六百塊 這引起鑑鑑車加速很不滿 今天有幾十台鑑鑑車保育交通部 批評說這給鑑鑑車停的所在 就已經有夠少了 還沒得到就給人檢舉發錢 這很快就有十二點 會讓人鑑鑼駕照 譬如說這個新制度基本是 貸票沒貸本 加上這個過路人的車 有夠多人的車應該分流 他也說改變目前 行人專用的貨幣 交通部門收這個申請書 交通部長下來 交通部長下來 客輪車的家事多聲話 甚至出動 幾乎十台客輪車保育交通部 交通部長下來 請書正在當 白鑑車一直在吃辣吧 不是因為他車 是交通先坐推薦出來 讓大家都很肚子 一部機車要等我走 我走路的時候 我要請他先走他也不敢走 那不曉得要怎麼辦 後來我趕快跑趕快過馬路 我們開車的時候就碰到這種情形 你說一年超過十二點 然後還要再吊扣兩個月 你那兩個月叫這些駕駛人去好心 白鑑 我們有兄弟 先過程中路 交車頭上一半 機車和搬車頭上一半 去告到百米線 而且民眾的方向 不夠三公車 就位幾最關閥六千 檢查方法也改變 真是叫本康儀款 如果沒有乖乖停 都來信任人行 那這輛車頭好好處理 口頭前停車 總共增加十三行 賓重減機為幾行 讓客人車加速控制 抵票不抵本 路邊如何上車 你叫加東部來上車 來叫車來上我們建車看看 根本沒有 沒有黃線或者是 能夠讓建車停等的位置 交通制度在裡面 尖維保護行程 客人車加速 不斷提出人大訴求 人家車的混流 改變現在 向前專用的車廂 黃線路大很多 應該四個仔細 開車專用 當車路才會點 如果交通部 也把大家的訊息收下來 那當然行人本身 也要很注意 不能說因為停讓 所以你滑手機 或是任意穿越馬路 配套措施 讓這期不夠完成 現在正路 是沒有講解 向前車好速度 信號什麼款 要再單台減染 大家好 我是林一文 想要掌握多元的新聞資訊 當然也包括體談動態 就要鎖定華視新聞頻道 還有訂閱華視的YouTube頻道 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